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Botstrap项目实战课程 上一节课呢 我们已经将这个Botstrap的这个框架呢 引入到了我们的这个项目中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结合这个框架呢 来制作我们的第一个这个demo 详细式的这个官网 那么在制作之前呢 我们首先需要将我们的这个 这个模板呢 把它看作是模板吧 对吧 备份一下 然后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调用出来用 好 将它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粘贴一下 然后给它更改一下名称 叫做index备份 好 就这样 然后呢 将这个关掉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第一个demo demo1 打开 打开之后呢 映入我们整个这个视窗 映入我们整个这个视窗的这个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导航的这个部分 那么这个导航呢 它是一个 自适应的导航 对吧 好 当这个容器 这个视窗再变小之后呢 它会出现这样一个按钮 然后将它这个导航呢 并排显示出这样一个效果 好 那么这个效果呢 其实很好实现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这个boardstrap的这个 一个这个 基于它默认的一个导航的这个样式来进行这个修改的 好 那么我们可以来 首先来创建这样的一个导航 那么打开我们的这个开发工具 好 把这个上一课的HE呢 给它去掉 然后呢 我们先给它写个注释 叫什么呢 叫导航对吧 导航 好 注释一下 那么里面呢 我们就来写我们的内容 首先导航 我们需要给它一个最外一层 对吧 最外一层 Levy 然后给这个Levy呢 一个这个class 那么这个class呢 叫做什么 LevyBur 好 然后给这个导航呢 一个这个样式 那么样式呢 就是这个默认样式 就是LevyBur Defiled 好 LevyBur Defiled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项目里面 这个导航 它是固定的 对吧 固定的 好 那么也说 我们还要给它添加一个样式 什么呢 LevyBur 好 杠什么呢 杠Fixed 然后杠Trop 那么它的意思呢 是将我们这个导航呢 固定在顶部 好 那么这是最外一层 在里面呢 我们还需要给它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这个容器层 好 容器层 一个DV 然后给这个容器呢 加一个这个class 叫做什么呢 叫做continor 好 叫做continor 这里continor 那么又分为两种 那么 这个continor 它是定义我们这个容器的 这个宽度的 对吧 我们可以把它 说成这个定义宽度的 那么当我们把它定义成 这个continor之后呢 它表示的是一个固定的宽度值 好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continor 给它更改一下 给它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这个flood 好 那么这样呢 它就变成了一个流媒体的 这样一个视窗 那么你说 它是根据我们这个视窗大小来的 就是百分百的一个宽度 而不是我们固定的宽度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不需要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里面的话 这个导航呢 它离左边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而不是百分百的 OK 那么把这个呢 给它去掉 这里只是给大家说一下 好 那么就是这个容器 continor 容器 那么这个容器层里面 它放的是什么内容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容器层里面 它左边 放的是一个这个 logo对吧 放的是个logo 然后右边呢 它是一个这个导航链接 当我们缩小之后呢 好 那么这个导航链接 这个部分呢 就消失掉了 然后呢 就只剩下了这个什么呢 logo和这样一个按钮 对吧 好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logo和这个小屏幕按钮呢 放在同一个容器层 然后将这个导航呢 放在另外的一个容器层 好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给大家写一个注释 好 让大家都明白每一个层它的用法 它的用意 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好 第一个层呢 是这个小屏幕的这个导航按钮 小屏幕导航按钮 然后和这个logo 好 然后呢 这个第二个层的话 那么是放在什么呢 放在我们的这个导航对吧 好 小屏幕按钮 那么小屏幕按钮呢 它是放在这个bottom里面的 好 那么这里呢 写一下 然后有个这个class 等于什么呢 Levipal 然后-toggle 好 那么这就是一个小屏幕按钮的这个 基本的这个 这个样式 然后在里面呢 它会有这个什么呢 有这样的三个 这个 横线对吧 横线一样的这个装饰 那么 它呢 是使用这个span 好 来进行签套的 好 那么这个span呢 给它一个class 那么叫什么呢 sun sun-bottom 好 那么 一个呢 表示一根线 两个呢 表示两根线 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先保存 然后在这里呢 预览一下 好 现在呢 是第一根线 对吧 是一根线 然后呢 将它这个 复制几个 好 三个 那么 这时候再刷新 就是三根线了 好 那么就是这个小屏幕的按钮 然后 往后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这个 赞连的这个logo 对吧 logo 好 给它一个这个 参加连接 index 然后呢 给它一个这个class Leviber 好 Leviber 然后是brand 好 那么代表的是一个这个logo 然后呢 给它写一个中文 叫做麦子学院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预览一下 好 麦子学院 没问题 已经出来了 当把这个浏览器放大之后呢 视窗大了之后 那么这个小屏幕按钮呢 就消失掉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 再来写 下面这部分 这个小屏幕的下面呢 就是这个导航了 对吧 导航 那么导航这部分呢 是怎样来写呢 好 我们给它写一个这个dv 然后添加一个这个class的类 类名呢 是什么呢 是这个Leviber 然后 -collapse 好 然后呢 再给它加一个这个单独的这个类名 单独类 collapse 好 这样来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想让什么呢 想让这个导航 它GU来显示 对吧 GU来显示 好 那么这里 我们再来给它 这个 加这个导航的Ul 列表 好 这个Ul呢 给它加一个这个class的类 那么 什么呢 首先给它加一个这个 Leviber -levy 然后呢 给它加一个这个Leviber -read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GU显示了 具体是不是GU呢 我们先把后面的代码写一下 然后呢 再给大家来这个演示一下 那么大家就知道了 好 首先 给它一个超链接 D A 好 index 先这样来写 index 那么 叫做首页 好 然后先来刷新看一下 看一下它是否GU显示 好 GU显示 没问题 那么 把这里呢 把这个Leviber跟Write 给它去掉的话 那么 它就是没有 没有效果 没有GU 它是GU 它是GU的 好 把它这个 还回去 Leviber跟Write 那么我们看到这里 还有个什么呢 还有个这个样式没有去除 对吧 好 这里我们只需要给它加一个 这个Leviber 这个导航的专用的 这个 这个类就可以了 加个什么 加个Levig Levig 那么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刷新看一下 好 没问题 对吧 没问题 好 然后我们再来复制几个 对比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边 它一共是 几个丁了 复制一下 首页 论坛 前端开发 最新课程 移动APP 然后联系我们 好 这样来复制一下 比较快一点 然后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 那么就和我们这边呢 基本上是一样了 对吧 当我们这个缩小之后 看一下 好 那么这里现在点击 不能打开 好 不能打开 那么 这个问题呢 很好解决 我们只需要给它 绑定一个事件 给谁呢 给这个小屏幕的这个导航 导航按钮呢 绑定那个事件呢 就可以了 第一个 Data 托个 然后它的这个值呢 是这个Collapse 好 然后还需要绑定一个什么呢 绑定一个这个 Data 杠 什么呢 杠这个Target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需要给它加一个什么呢 绑定在一个类上面 好 那个类呢 就是我们下面的这个导航这个类 好 那么就是这里 把这个类呢 直接给它拿过来就可以了 好 拿过来之后呢 我们来刷新看一下 好 现在是看不出效果 当我们把它缩小之后 视窗缩小 好 点击一下 哎 发现没有 那么这个呢 就可以了 好 但是呢 这里还有点问题 对吧 还有点问题 我们要来处理一下 那么这个问题呢 就是出在 老师刚刚出心大意了 这里呢 在这个小屏幕按钮和这个logo外层呢 少了一个这个容器 好的吧 我们下面呢 拆检一下 那么这里应该还给它加一个这个div 好 加一个div容器 然后给这个容器呢 指定一个这个class等于这个levitable 杠 杠 header 好 该杠 header 好 那么这样呢 才是应该是正确的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之后呢 会不会 有问题 好 刷新之后呢 我们再点击 那么就没问题了 好 一定要注意 将这两个 两个东西呢 分开 分开在两个容器层里面 那么 小屏幕导航呢 是在这个levitable杠 这个header里面 然后下面的这个 好 这个导航呢 是单独的一个容器层 OK 那么基本的这个样式 好 这个样式呢 写好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 对它的这个 进行详细的设置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字体 字体上面呢 有一些变化 以及这个字体大小 和这个导航的高度 以及这个背景颜色呢 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变化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项目里面呢 在这个css里面呢 我们先来 新建一个这个css文件 那么这个css文件呢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命名 bootstrap strap干什么呢 干麦子对吧 麦子 好 点css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呢 来引入一下这个css文件 那么把这个文件呢 放到这个bootstrap.com 闷点css下面 因为呢 我们需要覆盖到它原来的这个样式 对吧 好 boot strap 麦子 好 这里打错了 bootstrap 那么这里呢 重新命名一下 重构一下 重命名 好 没问题 首先 首先我们需要什么呢 需要定义一下他们的这个字体 对吧 字体 好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把全句的字体呢 都给它定义一下 定义成什么呢 好 就可以使用这个body来进行定义 好 定义成这个font family 然后是这个 污染亚黑 这样的一个字体 好 定义之后呢 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 好 字体有变化了 对吧 已经有变化了 然后再来把这个导航的这个背景颜色呢 给它这个修改一下 对吧 好 那么导航的背景颜色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使用这个什么呢 这个谷歌的这个审查元素这样的一个调试工具 然后弹出这样一个调试工具呢 来进行修改 好 那么我们找到导航对应的这个容器 好 是这个level 然后这里对吧 level default 然后这里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它的这个颜色值呢 是被谁呢 是被这个level default来进行控制的 它的颜色值是什么呢 它是这个锦号F8F8 这样的一个颜色 对吧 还有一个border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呢 给它进行一个修改 首先呢 我们想让它变成这边的这个颜色 那么这边呢 是白色对吧 白色 好 白色 定一下 background -color 对于什么呢 白色 ff 好 然后border呢 我们不需要 对吧 不需要我们就可以去掉 然后呢 可以给它加一个这个修饰的效果 对吧 可以给它加一个这个box下的 对吧 好 0 2 8 0 好 然后呢 给它的这个颜色值呢 给它这个使用一个RGBA的这个透明度来进行这个调试 对吧 RGB RGBA 好 然后颜色值给它一个50 50 50 然后是0.88 这样的一个颜色值来进行区分 好 区分这个导航的区域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LevibarDefault的这个样式呢 给它覆盖掉了 对吧 好 在这里来 首先呢 这里给它加一个 点LevibarDefault 好 它的样式 可以直接把它拷贝过来 好 拷贝过来 然后呢 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 这个效果有没有出来 好 没问题 已经出来了 对吧 已经出来了 好 这个透明度的话 可以再给它这个低一点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0.25吧 0.25稍微柔和一些 好 0.25 的这个透明度 好 然后呢 再来修改 下一个什么呢 这个 字体对吧 logo的这个字体大小 好 那么字体大小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来 给它这个进行一下修改 那比如说 给它一个Font Size 好 比如说28个像素 好 28个像素 然后呢 给它一个这个加粗的这个效果 好 加粗的这个效果 好 差不多 然后呢 这个字体还是稍微小一点 26个 然后这个字体颜色 颜色值的话 我们给它这个 直接用这个 编辑工具 这个开发工具呢 来吸取一下 那么这边有颜色值 把颜色值呢 直接复制过来 好 Color的颜色值是这个 这个颜色 40 D2B 好 这样一个颜色 在这里呢 没有效果 对吧 没有效果 因为它这里是在这个 更高级的一个地方定义了 对吧 Levibar -Levibar Default 下面 对吧 好 所以说这里的话 我们应该这样来写 好 这样来写 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刷新 对吧 没问题 和这边呢 是一样的效果 好 一样的效果 自己大小 可能有一点小 30个像素 对吧 30个像素 然后呢 再给它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这个高度 加一个这个高度 那么高度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加 加到多少呢 加到这个70 好 高度加到这个70 然后这个行钢呢 加到70的一半 35 好 那么这样呢 它就聚中了 对吧 聚中了 好 把这两个呢 也给它拿过来 放到这个样式里面 好 那么这是这个logo logo的这个样式 然后呢 是我们旁边的这个导航的样式 那么导航的样式呢 同样的 我们需要把这个字体大小 以及它的这个行钢呢 给它定一下 好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 这个字体 这个logo的这个旁边的这个导航 它是被哪个控制的 那么是这个样式 对吧 这个样式 好 我们可以直接这样来 复制一下 然后将它的这个字体 好 给它控制在16个像素 然后呢 给它这个加粗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加粗的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 给它的这个color 颜色值呢 设置成这个锦号666 这样的一个黑色 然后 好 这个高度给它定义成70像素 然后这个行高呢 70像素 然后这个行高 也给它这个35个像素 那么这样呢 它就居中显示 居中显示 好 把这个样式呢 复制过来 然后呢 直接覆盖掉 就可以了 然后好 现在来刷新 缩小 看一下 点击 没问题 那么这里呢 还涉及到什么呢 还涉及到我们的这个 小的这个按钮 对吧 小按钮的这个颜色值 那么小按钮的颜色值呢 我们同样的也可以 可以拿这个 进行一个调试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颜色值在这里 对吧 是由这个选择器 来进行控制的 好 我们选择这个颜色 然后 以及它的这个背景颜色 background -color 好 先任意的选择一个颜色 然后来选择这个颜色 好 然后 然后 将它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小的这个链接 好 小的这个横线的这个颜色呢 也给它选择这个颜色 然后呢 在这里呢 给它调的深一点 OK 就这样就可以了 好 把这个颜色值呢 复制过来 好 复制到我们的这个开发工具里面来 这是第一个 这个 里面的 对吧 里层的 好 然后外层的 是这个 外层的 好 然后再来刷新 点一下 可以 没问题 这边呢 好 这边默认是这种颜色 然后只有鼠标放上去的时候 对吧 鼠标放上去才会变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看一下 就把这个 给它去掉 好 或者是给它加个什么呢 Livebar Target 然后Howover Howover的时候呢 才是这个颜色值 好 再来刷新 移上去 变颜色 点一下 弹出来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顶部导航的一个制作方法 好 顶部导航的一个制作方法 当然这个 小按钮 它可能还是没有什么居中 对吧 没有居中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看一下 它这个控制 它的这个 是什么呢 是我们这里有一个这个行 这个外边锯来控制的 对吧 外边锯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进行一个微调 好 微调 上边 看一下 多了一点 好 大概在这个位置 对吧 好 那么就给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改成这个17 就可以了 Market 好 Marketop 17个像素 好 这样来就可以了 它就居中了 对吧 居中 好 那么这是这个顶部的做效果 好 这一刻呢 我们就到这里 对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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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吧